最近琪琪看到,大家好像都很在意角色强度,甚至大家还说,男孩子的强度不如女孩子,琪琪知道自己很弱,但是琪琪一直待在大家的仓库里,所以伙伴们的情况,琪琪还是知道的。 琪琪觉得,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优点,大家都知道,虚密的草反应很厉害,能很好融入草反应的角色,是很容易通关深渊的,比如灵人,萨诺,还有快要到来的艾尔海森,就连和琪琪同样的,常驻角色蒂鲁克,也能加入草反应。 琪琪不知道大家追求的是什么,琪琪只知道,能够轻松通关深渊,就是个好角色。 而流浪者,伊斗,萧,这些孤儿元素的角色,他们需要高明的丈夫,才能发挥出色的实力。 在配队齐全后,因为是孤儿元素,所以能够应付绝大多数环境。 大家都喜欢可爱的女孩子,加上很多女孩子们都有很厉害的配队,大家都爱用女孩子,其实,女孩子们也有缺点。 讨厌的胡桃需要一命才能玩得舒服,而且配队成本有点高,下限也很低。 连花讨厌多变的环境,而且和胡桃一样,需要较高的成本才能玩得舒服。 夜养处伤慢,而且现在的主流融化操作变形。 其实并没有顶尖的实力。 琪琪希望理性者们能好好看待伙伴们的特点,不是谁都像琪琪这样弱小。 拒绝强度骑士,焦虑,我们才能在替瓦特说似的游玩。